嘿,哈囉,大家好,我是卡丹 今天要來繼續玩Change的minecraft生存 對了,上次聽有觀眾跟我講說釣魚池 蓋在室內水池沒有對向天空的話 會有懲罰,釣到東西的機率會降低 所以我們今天一開始就先把天空打通 換成玻璃,那就趕快來做好了 剛好我們上次有拿到玻璃 可以用玻璃來弄在上面 做一個屋頂,先挖上去 不要跟我講說待會挖一挖有怪物從上面掉下來 應該不會那麼衰吧,怎麼要放玻璃 現在是晚上,我超怕會有苦力爬從上面掉下來 無法承受爆炸的禮物 OK,這樣就行了吧 彩光很好耶,我會不會有看到苦力爬在上面走路啊 那現在來釣釣看效果如何 很快就會有餘嗎 有耶,再釣一次 我已經雞長露露了 你們看卡丹的飽食度,已經剩下五隻雞腿 再不來點食物就要餓食了 救命啊 啊,還好了 生鮮魚耶 啊對耶,海帶好像也可以拿來吃對不對 喔喔喔喔,拿樂帶魚 這我能吃嗎? 我印象中樂帶魚好像不能烤來吃 喔喔喔,還又是河豚 這時候就會希望釣竿會有海洋的祝福 屁啦,釣到斧龍 這個可以採收了耶 喔對耶,卡丹商吉在種的時候發現這邊都種不了 嗯,後來卡丹上網查過 如果你發現你的農地沒辦法種種子下去 就代表這附近的亮度沒有到達9 亮度要高達9,你才有辦法播種 我覺得想說奇怪怎麼農作物都種不下去 我以為是BUG耶 原來是因為亮度的關係 因為要烤東西來吃,我只想要做營火 它可以一直燒食物 所以在淺淺缺煤炭的時候就可以用這個來煮東西 如果怕被燙到就可以挖一個洞 把它放進去,在裡面燒 不怕燙到,擋上去煮 它熟的時候會自己跳出來 很方便耶 看起來就很好吃 上面在冒煙耶 應該不會燒焦吧 喔喔喔熟了熟了 好吃好吃 好了我們準備下去挖礦 這樣不要遇到太強怪物 我現在的戰鬥裡面好像還不是很好 可能沒有關係 唉唷,為什麼要帶釣魚乾下去 釣魚乾放回去 這樣就行了 繼續往下挖看看有沒有鐵 Y16到Y232都會有鐵 那我們就到Y16高度來挖鐵吧 在這裡挖三格 再往左右延伸 我還沒有看到右上角的地圖 我已經挖出了一個魚骨 喔!挖到鐵了! 喔!好多! 不只一個耶 賺到了 喔!上面還有喔! 香耶 龐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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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顆鐵 我剛剛一直沒挖到 就想說到底有沒有啊 這是運氣問題啦 有些人會中發票200塊 但有的人就是沒有中 這就是那個感覺啦 想要多抽幾次 才會有機會抽到啦 挖礦就像那抽獎一樣 喔!SSR! 哇!我連續抽到了 好舒服喔 繼續挖 喔! 喔!為什麼鬼人笑啊 不要嚇我好嗎 喔喔喔喔!青金石 好爽喔 喔喔喔喔喔! 喔喔喔喔! 喔喔喔喔! 太棒了! 好爽喔! 喔喔喔喔! 裡面還有! 喔喔! 爽! 空的! 喔呦!下十人啦 喔喔! 水晶耶! 喔喔喔!還有黃金! 太漂亮了! 好多! 喔喔喔! 應用能源2 賽特斯石英水晶 NICE 給你們看一下 這個水晶可以拿來做什麼 石英劍 鐵劍是攻擊6 然後石英劍也是6 等於它就是鐵啊 石英切割刀 很酷對不對 石英搞 超棒 而且你不覺得 石英的道具還蠻好看的嗎 水晶劍 有夠漂亮的 我馬上再來做一隻出來啊 我要一把 好帥 各位 我手上有水晶劍耶 可是這個空間太小 沒辦法根本展示 反正水晶劍拿來手上就長這樣子 很帥吧 不過那個切割刀我還沒有做出來過 啊材料不夠了 好可惜 下次挖刀再用吧 喔鐵 看它運氣大開耶 欸 剛燒的鐵 挺香的 差不多了 回家吧 我們馬上來做一下裝備吧 整裝袋吧 喔耶 整套這樣穿上來 防力就變得高了 既然裝備都弄好 我們要不要出去逛逛 走吧 蛤這是我的造型 有兩種 我走路沒聲音耶 這隻腳手 走路是比較輕盈一點的 走開啦 幫你交換喔 耶 歡迎來到這世界啊 呵呵呵呵 安裝這個地圖模組之後 卡蛋就不擔心迷路了 很方便 我喜歡這個模組 好多豬 可惜我沒有紅蘿蔔 反正帶豬回家養 豬肉好像是不錯吃喔 喔 蜂草耶 算你不要理他 這附近沒有其他生物是不是 這邊有一個蜂草 我們過去看看 我是不是可以直接從這邊取滅 喔 搬起來了耶 哈哈 我帶回家了喔 嗯 我想說 我的家怎麼不見了 被我搬走了 呵呵呵 誰在我手上 笑死人 有一隻牛耶 我想說有看到牛 沒看到羊 奇怪 回來啦 當我的牛肉吧 我想要做展示框 這是需要你們的皮 回來 耶 我是肉食性的虎頭蜂 看到虎頭蜂就要快跑 不然後來被我變成肉 對 看蛋到現在都還沒有看到羊耶 我想要找到羊 羊在哪裡 快點出來 小屁羊 你們不覺得羊毛很好用嗎 因為它可以藍色 很容易取得 喔 羊羊羊羊羊羊 來 跟我回家 太爽了 兩隻了 剛好可以繁殖 我現在兩隻手上都拿著這個 小麥草 呵呵呵 小屁 對沒錯 乖乖的跟我回家 已經晚上有超怕附近會生苦力怕的 有夠恐怖 回家了 炭蛋之後一定要把這附近都點得很亮 圍起來 進來 快快快快 把它鎖起來 欸好棒喔 剛好身上有兩個小麥 趕快來繁殖羊 我想要趕快來做個剪刀收集羊 好棒喔 喔唷 苦力怕丹丹丹丹 你們有看到嗎 好噁心的苦力怕 在我家附近 看來這附近真的要插亮火把 我現在已經亮了 這樣子放在這裡 喔唷 墨影人 不要 我不看耶我不看耶 救命 墨影人 不要來 剛才來睡覺 睡不行 好耶 睡醒了又是一尾火龍 把這附近先插亮 卡丹已經受不了這種黑暗世界了 就是要亮 我們就先壓制身管 喔唷 殭屍燒起來了耶 揍手不要過來 OK 這樣應該就夠亮了 我已經插了好幾個火把在四周的樹上 多少都會安全一些吧 好棒喔唷 可愛的羊羊 小羊 他們長毛長好快 等一下要長出來 帶了牛跟羊回來之後 我就發現了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但是我的小麥根本不夠餵他們 小麥田太小了 可是如果要擴建的話 採收又是一個問題 所以我就決定要來幹牛麥基 只是剛才卡丹下礦挖鐵的時候 我就挖到青金石 完全都沒有挖到紅石 所以卡丹現在想要再下礦一次 看看有沒有機會能夠挖到紅石 記得紅石的位置大概是-59格左右吧 我們就直接下去吧 因為上級卡丹在挖礦的時候 目標是鐵 我就沒有挖那麼省 但是這次目標是紅石 就得要再往下往 嗚喔 喔操 我摔下來了 Oh my god 這個地方是怎樣 天然洞窟喔 很危險 還想附近有沒有殭屍之類的生物 有的話我就要去把它塗化 增加一個援手 這樣就也安全一些吧 我覺得它有點危險 但我現在身上了一個盾頭 到底應該是不用害怕他們才對阿 我幹嘛害怕 出力出力不就好了 蛤 走開不要過來 蛤 還沒準備好要面對呢 看到我在那裡了 有夠恐怖 有一隻僵屍 趕快把它通話 增加我的元首 就是你 過來 那邊有苦力怕 過去打他 怎麼跑去面壁屍過阿 你在幹嘛阿 你是我的夥伴應該要幫我清理怪物阿 喔 這邊有一隻嬌獸 好可愛喔這個尾巴 對了 現在進來安全了 剛才咖蛋在逃跑的時候好像有看到紅石 忘記是在哪個方向阿 喔 在這裡啦 只有一顆 裡面說不定還有 喔 好多 沒想到那麼快就遇到紅石 我還沒有到-59格 現在咖蛋才在-11格 出賽 暴雨 差點死了有夠危險 還好我有盾牌 我怎麼聽到奇怪的腳步聲 好像是你的聲音 不要嚇我好不好 我很膽小 咖蛋剛才是從哪裡掉下來阿 現在都完全看不到我掉下來的地方 哇塞 這邊要打亮點 我才知道自己從哪裡掉下來 喔真的喔 咦?這隻又是另外一隻龍嗎? 想說既然剛剛看到這裡有紅石 我們就不用再下去了 就直接在這裡挖 看哪邊還有紅石 喔這邊也有一個欸 好棒 喔呦 銷獸牠!獸化牠! 喔好香喔 斬感惹交獸阿殭屍 全部交化吧 喔喔喔 欸不要不要 抱歉今天不行 Sorry喔 等著被我的同伴交化吧 揍化牠們 耶 太精彩了 耶 我的蜜蜂教授有個厲害 他銅化了好幾隻喔 漂亮漂亮漂亮 這裡也有紅石欸 挖挖走 挖了就走 全部加一加已經60顆了 喔喔快要一組欸 銅化牠 嘿嘿 耶 嘿嘿 成為我的同伴吧 幫我去打殭屍 出發 攻擊攻擊 綠光攻擊 耶 他們好像沒有興趣把人家銅化 都是直接吞死掉 但我的同伴都很喜歡吃阿 他們肚子餓 好多殭屍 你們要做什麼喔 不要過來喔 我的銅化走位 露你 喔喔喔喔 快點銅化 耶 漂亮兩隻 嘿嘿嘿 有同伴啦 來幫我一起打那個骷弓吧 前面還有苦力怕挺危險的 要不要一起組隊阿 保護我喔 我的同伴 後面有怪物 他們好像對苦力怕沒有反應 我自己處理 喔齁 刺激喔 打他們 哇他們好像吞死比較多了 有可能是他們血不夠 所以都是用吞的 沒有銅化 吞死好像 好恐怖 真是危險 各位 大豐收阿 你們看 登登登 好多紅石 我們先回去 準備來蓋硫麥雞囉 剛才那個綠色的龍都不見了 我們想說想要它的基因的 喔 你看 發光魷魚耶 好漂亮 可惜發光魷魚不能圈養 不然我一定養在家裡 好 我們準備來蓋硫麥雞 先把這個地整整吧 喔 好乾淨喔 這片地都被有產品了 很舒服對吧 到時候流麥雞就是蓋在這個橘子樹的左邊 現在已經晚上了 趕快先去睡個覺 吃個牛肉 有看過蜜蜂吃牛肉嗎 現在看過了 嘿嘿嘿 我們開始蓋囉 現在這裡弄五個洞 五 三 四 五 五個洞 這邊兩個洞 現在左側放兩個寶箱 接著我們前面放漏斗五個 往寶箱這邊接 三 四 五 再從這邊往前面延伸七格 四 五 六 七 這七格都是要裝水的 左邊也是 四 七 好我先在旁邊弄個水源 接著 更壁 到這裡 往上蓋 七格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然後把旁邊這邊全部填滿 接著在旁邊弄一個方塊 把它圍起來 像這樣子 再來 這邊蓋個泥土 把方塊往裡面蓋 把水弄在底下 這樣到時候流麥基留下來 弄住才會到處亂流 弄好之後會像這樣 從這邊蓋出去六格 一格 兩格 三格 四格 五格 六格 接著把旁邊都填滿 就是這樣囉 漂亮吧 這樣就填滿了 有殭屍 保什麼 啊 不然童話喔 打擾我 特務家糊 打擾我就直接讓人變成嬌秀 這是第三層的地方 這裡墊高 弄成像這樣子的感覺 接著 在這邊 弄個泥土 往這邊蓋個木頭 這樣子上面這一層就是一個密閉空間 底下這一層也是一個密閉空間 我們就可以在這裡面倒水 右邊跟左邊都是一樣的 接下來勒 把這邊圍起來 像這樣 圍一個摸字形在最後面 前面這裡是有六格的喔 一二三四五六 第七格就是用木頭 嗯 接著我們在左右兩邊倒水吧 左右兩邊我們都倒水了 把它遮起來 然後我們這裡啊 一定要再蓋一個 不然到時候流麥基留下來 有些農作物會從這裡 掉到旁邊 接著我們上面左右兩邊也是要倒水 好就像這樣 都倒水了之後 把上面這邊圍起來 這裡也是要跟下面那層一樣 來這個階梯的左側 都蓋一個方塊 像這樣 接下來我們就先播種吧 鋤頭把這裡除一除 好 這樣子就種好了 接下來我們到後面 摸字形的地方 把地板門蓋下去 蓋下去之後把它打開 像這樣子綠住 一格一桶水 這樣就行了 接著要做梯子 從這邊爬上來 可以看到這邊整個的全貌 然後咧 我們在上面弄紅石粉 像這樣 接下來在底下弄個拉桿 這樣我們的流麥基就完成了 這拉桿拉下去之後 喔 這個水就會流下去了 很簡單吧 那我們再拉一下 水就又恢復原味 這個流麥基很簡單吧 不用複雜的紅石機關就可以做 等他們長大之後 我們就可以用流麥基來收割這些稻草囉 喔 對 因為水流下來之後 有可能會流得太超過 所以我們這邊咧 用半磚把它圍起來 這樣水才會流出去 這個流麥基 是我看了Minecraft實況主 來累的影片學到的 我有稍微做一些改動啦 如果大家也想要蓋出來的話 可以看他的影片喔 網址我放在影片資訊欄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感謝大家的觀看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可以點個喜歡給我的力量喔 我是卡蛋 大家下次再見了 拜拜 馬旦捏 到時候要使用的時候 就是直接到後面 從這個樓梯爬上來之後 滑鼠右鍵點擊這個滑桿 這邊的水就會流下去 所有的農作物就會直接掉到那裡的漏斗 接著再掉進寶箱裡 很棒吧 謝謝大家